现在距离最后关头只剩下三天 有越来越多人表态了 现在呢联电的荣誉副董事长 宣明志呢上午就跟多家 科技厂的负责人召开记者会 表态支持马英九 明天他们还会刊登广告 来表达立场 前总统李登辉则是在今天 在多家平面媒体刊登他的亲笔信 支持蔡英文 支持九二共事又有企业站出来 联电荣誉副董事长宣明志 串联北中南科技厂商 目前已经有五十多人联署 他们以个人的名义表达停马立场 以后没有企业 哪有就业 这个九二共事汇气掉了以后呢 两岸经济发展这个不太稳定呢 那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如果在后面再空耗个几年的话 我觉得很辛苦了 就是呼吁呢 在这个投票的时候呢 多做这个理性的分析 今天讲了这些事情呢 这个我想是为了我们这些朋友 为了我们的这个员工眷属 最重要的也是为我们的侄子孙孙 宣明志说12号还要登广告 表达停马立场 前总统李登辉手脚快一些 11号就在多家报纸刊登他的亲笔信函 他提到民主政治就是领导做不好就应该下台 只有伟大的人民没有伟大的政党 他还说民主政治也怕领导人无能更怕欺骗 违法有司法制裁 无能欺骗只能靠选票改变 支持蔡英文的态度很坚决 另外中研院前院长李远哲 也找来87位学术界人士 力挺小英 绿营一波波的声援 马振影表示 其实到上个星期为止 已经有多达1732位学者 连树亭马英九 所以在学者相挺部分 蓝银早就抢得陷阱